我前几天听到有一位老先生讲 他讲一个叫做安徽现象 什么叫安徽现象呢 就是安徽的人不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 他都不需要考上北大清华 但是最终这些人呢 他都占据了中国科学学术的高点 这是清华的一个教授 就是叶大年 那天在一个教育论坛上发表的观点 我听他讲的毛也道理 因为我没做过调查研究 但是他做过调查研究 他们在一些地方院校读了本科 那很快他们考上北大清华的硕士博士 然后他们在当了什么院士 什么这个院士那个院士 他说为什么 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 我们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很多安徽的 大家想一想 这个大家我不用不用多说了 大家一想就知道 我这里扯远了 我说京剧的现代化的问题 其实我就说在我们这个时代 为什么我们京剧不能够现代化 但是文革的时候 他却是在探讨现代化 他革命急需获得一种新的一种艺术的形式 急需创造一种新的一种文化 和那个时代把那个时代的精神 跟他全面的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 无散接近文化大革命 他没有自己在文化上的一种独特性 他有他文化上独特性 和他表达的一种方式 八个样板戏今天看起来 我们会觉得他如何如何的政治化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艺术 像他那么普及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京剧 唱几句京剧 革命是以这种方式来深入人心的 所以大家要看一看 当然你会说他 无非是一种歌曲的形式 我们今天流行歌曲 和消费社会一样 成为我们的口头场 成为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的经验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是吧 所以有时候 语言的力量 声音的力量 是不是甚至还超过图像的力量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这个问题我不多说 就是那个时候的精细 都是非常红灯记 杀家帮 自取为虎山 文革时期的洪贵宾的文学 大家看一看 就是可能大家 我其实里面引了一些作品 引了一些作品呢 可以看看那个时候 主要都是表达对毛鲁锡的乐爱 对刘少奇这些人的仇恨 那么我们很难理解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 要那么热爱毛鲁锡 同时那么仇恨刘少奇 他这是为一种革命的理念 为革命的理想 为革命的一种逻辑所决定 那么这里是 也是马真下的一幅照片 就是清华园 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被砸了 后来是重新修缮 当时是被砸了 那么这个照片是真实的 当时四舅都烧了 这个和尚都要认罪 那么这个是破四舅 破四舅 就把当时那些书 那些文物 你像即使到了文革 以前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八九岁 我现在还有记忆 八九岁就记忆了 我们家里还有很多的现状书 翻开来看来都是有那些图画 就是很古老的树牌的那些字 然后那种图画 很多那种树 但是文化大革命就全部一扫而空 还有一些柜子 柜子上都是叼着花的 就说我们 因为地主已经被抄家抄得一塌糊涂了 但是还会有一点东西剩下来 这说明在整个土改以及五十年代的革命 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铲除那么干净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是彻底铲除了 你基本上都被炸碎了 像书就拿去烧 家里的柜子就劈掉 就是上面你不批的话 我们就自己要拿那个铲子 镯子把那上面的花给它镯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带想想 是中宣部部长 被人揪着这个脑袋来斗 这是彭德怀当时的国防部长 后来三反分子 它是作为这个中字舞 在天安门前跳中字舞 这个是在田头 这是当时非常时髦 英姿沙爽 你看那个时候女青年 革命青年 非常有魅力 这是一个浑身带满 毛尔西象征的忠诚战士 文化大革命的 当然还有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 这个是 但是地下文学 我觉得这个概念 我们用起来 当然要慎重 就是有很多 我们后来关于 这是当时落户的知青 那么当时关于这个地下文学 是关于白杨殿的聚集的一批诗人 那么这批诗人 后来被重新发掘出来 那么其实荷兰莱顿有一个汉学系的教授 叫科雷 写了一本书 就当博士论文 就多多和中国的地下诗人 他在研究多多的同时 他研究了整个白杨殿的诗派 像包括 芒克 这个 郭露生 像这些人 这个是 食指 就郭露生 这一节呢 我觉得大家主要了解一下几个诗人就行了 就是 郭露生 芒克 和多多 当然还有赵玉凡主持的这个沙龙 我们经常会 有时候考书的时候 会考什么这个灰皮书 黄皮书 那么这些在我的书里面都有 这个定义大家了解一下 郭露生呢 是 食指 食指的原名 那么他当时是 发表的诗的影响大了 是 就内部流传的诗呢 是 这是4.08分的北京 这通常是作为这个 写出一代知识青年 或者说写出那种 文革被压抑的 那么地下 诗人的那种 他们的更加真挚的情感 和他们的思想 以及他们 对时代所具有的那种 反叛的一种愿望 当然那是一种非常创伤的一种感情 写出一代青年的那种绝望 争战和稀迹 那么这个诗呢 它是以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细节 就是妈妈最扣子的针 线穿透的行凶 那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支风针 风针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所以这样一个异象的捕捉 是非常非常鲜明的 线绳奔得太紧了 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窗的窗顶 直到这时 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它是谁的手 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所以那个年代 是知青年上山下乡 特别是从大城市的青年 他们到远方去 那么离开家 离开家乡 前途微卜 那么你们现在 确实是很幸福 就可以直接上大学 上大学 有的到学校来报到的 父母亲还送 有的一大家子 四五个亲戚一起送 确实是很幸福 那么那个时候 年轻人的十七八岁 我是十七岁的时候去插队 当然我去的地方 并不是太遥远 离家山并不是太遥远 但是去到农村 也意味着 你就要自己去自谋出路了 就是说你今年的道路 你要自己去决定 没有人帮你 家里 因为我们家庭背景不好 是吧 就是你要自己去奋斗 所以我很能理解 像郭露生那个时候的 这里面诗所表达的那种感情 其实呢 他是以诗人的敏感性表达出来 当然也不是说 那个时候 青年都是以这么 这么敏感 这么绝望的心情去 上山下乡 否则那场运动 是很难发动起来的 是吧 就是说 毛里挥着我前进 广阔天地练功心 那么那个时候 还是有一种豪情 在火车站敲锣打鼓 当然 然后大家就坐上火车 西区的列车 或者去哪里 我们上山下乡 然后就下去了 但是也会怀着一种憧憬 怀着一种侥幸 比如像我个人来说 那个时候17岁 其实蒙里蒙懂 你也不知道前途会如何 但是还是有一种希望 还是有一种希望 不会说 这么绝望 你否则 你很难理解那一场 上山下乡 所以我说大家读这个诗呢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敏感的青年的那种心理 但是对于大多数 我可以说对绝大多数 子青年来说 他们下乡 确实是带着一种豪情下去的 即使说像我这样 直到下去 没有什么出路人 依然是为那种情绪感染 依然是怀着一种希望和一种乐情 不是说一下就那么低沉 那么消沉 一直消沉 当然老子青 待了三五年之后 也不能招工 也不能上学 然后开始有一些 一直消沉 然后就是偷鸡摸狗啊 然后这个谈恋爱啊 然后这个出一些事啊 那么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整个说来 就是 那个年代 其实是一个 既是革命的年代 但是又是特权 特权横行的年代 大家很难理解 就是说 那个时候不是讲革命吗 革命高调唱得那么响吗 但是那个时候是特权 不知道有多么强大 就是你 就是 必须要有一个 叫做什么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在那个年代 就是革命是老子 一定要有一个革命的老子 那么你这个才会有一个革命的后代 根红苗正人才有出路 那个时候我们当知青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羡慕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 以及有背景的人 那么有一个知青的 在我们当地非常神奇 他说他的父亲是 省工会主席 其实后来发现是吹牛的 我们都非常崇拜他 家里带来的那个烟菜埋漏啊 都给他送过去 是吧 这为的是和他交朋友啊 因为崇拜他 就是工会主席的儿子 大家经常打了一条蛇 还请他来吃蛇 我们也吃蛇 这不是旗网里面写的 这是真的 就是比如说 这一类的一种情况 在那个年代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就是特权 必须家庭出身好 有背景的 他们就可以通过上来下下 度金 就可以去上大学 最好的上大学 差一点的去招工 让他不行的留下来地主富农的 这些孩子 私类分子的孩子 地负返外的孩子 就留在农村 所以一直消沉的是这一批了 那么郭露生呢 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消沉 一方面和他的敏感 另一方面 好像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干部 那个时候也被打倒 可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首诗 不管怎么说 他有他的非常真实的地方 确实 从那些深处来说 他很容易产生一种共鸣 他把那种被压抑下去的 那种绝望和敏感 给他揭示出来了 但是普遍的来说 我要说那一代的知青是充满了豪情的 豪情壮志是真实的 我需要强调的是 大家不要读到这首诗认为 那个时候知青都是这么 哭哭啼啼的到农村去 不是完全不是那样 确实是满怀着希望 满怀着热情 满怀着豪情下去的 但这不意味着 他内心没有隐藏那种伤痛 没有隐藏那种敏感 那种绝望 大家可以理解哈 这是 这两种感情是完全有可能 融化在一起的 那么郭露生呢 后来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 原载今天 诗刊八一年第一期 但是大家注意到 很多诗呢 当年都号称标注的是 那个年代写下来的 其实它真正正式发表 有证明发表的时间呢 是后来 八十年代那个时候 诗刊也好啊 今天也好啊 那么像这些《相信未来》 它是当时是在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 在青年中有非常强烈的影响 这些诗是写的非常的有创伤性 所以郭露生的诗呢 它是有一种悲怆的感情 同时呢 是非常的痛楚 它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灶台 当灰烬的鱼烟 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当我的纸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体上写下 《相信未来》 所以大家看 五十年代那些 我说了抄我的 何敬之的那种诗歌 是一个主流的诗歌 是吧 它是做时代的号角 在文化大革命 我也给大家看了 我洪伟斌的那些诗歌 它表达的是 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种崇拜 对刘少奇 这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痛斥 但是呢 这些诗呢 它表达的是这种东西 所以这是一些 非常非常隐秘的 内心的一种情感 但是在那个年代 其实在知青中呢 已经是文化大革命 那个时候过去了之后 从66年到69年 69年以后就 77年大规模的下放了 那么 77年上上下下了 文化大革命 那种狂的就过去了 那么随后的那段时期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种文化的地下的传播 还是挺发达的 所以我说我在那个年代 读到了不少的作品 都是在那个年代读到 而且我是在非常偏僻的地方 我父母亲下放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偏僻的 后来我自己单独的 离开我父母亲 去别的地方下放 那么这样我就才会成为 我自己才会有机会 去推荐当工人和上学 当然上学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这个非常非常的 一点点渺小的希望 就是说有一点点可能性 都在争取 大家很难理解 17岁的时候 我每天早晨 要5点钟起床去劳动 是吧 挑担子挑15060斤 其实是这个 各道子我们就分成知青点 就分跟农民一起就分散了 一个组经常是四个五个 但是通常是两个男的三个妇女 作为一组 我们那个三区 各道子要山很远 那个梯田 割完了之后呢 你会割下好几档骨子 割了一天 但是晚上收工了 你要挑回去 那么你是男的两三个妇女 经常一般一个组 四个 五个 有时候三个 那么你就要挑那个水谷 大家知道 那水田里面的水谷是湿的 一旦满蛋的股 你不能挑不满 不满人家会笑你的 但是你想一想 我们17、8岁 还不到18岁 要挑156十斤 走那个山路 你们现在爬香山 觉得很累是不是 我们要挑156十斤 你相信吗 我跟你说不相信 那个罗宽 装那个水谷 装干的骨子 最少要装 120几斤到130斤 如果水谷 150、60斤 满的话 要超过160斤 那你想一想 那时候没东西吃啊 到了晚上 七点多钟收工 七、八点钟收工 要从那种山路 山梗 田梗上挑下去 你想一想 那种日子是日复一日 你们能理解吗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是这么走过来的 然后呢 到了农闲的 有一段时间 要去山里面 砍木头 砍木头 砍木头的 那个木头的 重达300多斤 就很大的木头 那破坏生命 砍木头 只有农闲的时候 砍了木头 集体才有钱了 但是呢 因为那个山呢 你拐弯 经常是三个人 四个人扛这个木头 但是拐弯的时候 就意味着 要压在两个人的肩上 大家理解吗 下面就是 我们那个下面 就是悬崖 有的下面 就是非常高的那个 就是那个路 是非常险峻的 所以有时候 你人呢 都要 膝盖都会跪在那个土上 但是肩上压的是 三四百斤的东西 就是你很难 很难现在想起来 都会不含额力 其实我那个时候 很瘦啊 我们没有 现在这样 还壮一点啊 但那个时候 但是这个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必须咬着牙 来挺过去 你要表现得积极 吃苦耐劳 一天工都不落下 那么农民才有可能 推荐你去当工人 和上大学 我那个时候 最大的理想 是去献林肥厂当工人 是吧 然后能够去县的那种 制品厂当工人 听说制品厂的女工 很漂亮 那么这个是 那个时候的一种理想 当然你上大学 其实是很微妙的希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感谢感谢 light 我感谢感谢感谢您 cụ Mak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